Hello大家好,来看一个经典的汽车模具结构 模具采用连续模从后往前中间带料一出二 很明显的一个汽车模具结构特点 它在模具的四个角落专有四个氮气蛋黄 做我们的模具之春 来切换到模具的尾端来看一下产品的一个出料情况 最后一步产品切断以后呢 它是做了两个漏斗 把产品分别接出模具 可以看到它这个接料的一个漏斗形式 也是我们汽车里面常见的一个绿油网板 这种有突破式的一个滑板呢 更加流利于产品的一个顺利滑出 继续切换到我们的模具本身啊 模具从右往左先做我们的冲孔下料 下料完以后通过三步成型方式把产品做出来 因为中间大料形式 所以后期的浮身都是靠中间的整板进行一个送料浮身 OK,大家对这种汽车联系模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在评论去留言 转发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